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表态称 敦促美方尽快对此次事件 做出详尽说明 美国遮遮掩掩的背后 究竟想要隐瞒什么 从美方故意拖延时间 以及摩雷良可和语言不详 至少让我们产生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核泄漏的事实 第二是核泄漏风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警告 担忧美英澳核潜艇协议 或将引发核扩散 美国为何要执意打开 这样一个潘多拉磨合 把核动力攻击潜艇 以下推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是它整个一个的地区战略 加强兵力部署战 加强它印太军兵力部署的 一个具体的考量 美军在日本横须贺 成立反潜训练中心 驱逐舰频繁现身南海海域 一系列动作的背后 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呢 防武新观察特要专家为您解析 各位好 欢迎收看防武新观察 我是宁钊 近日 国防部发言人谭克菲 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表态称 中方要求美方认真对待各方关切 采取负责任态度 尽快对此次事件做出详尽说明 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 一个满意的交代 具体内容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观察短片 10月19号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菲 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表态称 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美方做出澄清 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 详细说明事件有关情况 长期以来 美军打着航行和飞跃自由的旗号 频繁派遣航母 战略轰炸机 核潜艇等先进武器平台 在南海炫耀武力 腥风作浪 严重威胁地区国家安全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 这也是此次事件的根源所在 危害所在 我们同时认为 美方的上述行为 势必影响南海海域的航行安全 引发南海沿岸国家的严重关切和不安 对地区和平稳定 构成严重威胁和重大风险 从根源上说 美方应停止对中国南海岛礁 临近海空域 抵近侦察 和针对中国的军力部署 停止在南海搞所谓航行自由行动 我们注意到 美国军方此次刻意拖延和隐瞒了事故详情 10月2号发生碰撞事故后 时隔5天才发表一份语焉不详的简短声明 这种不负责任 遮遮掩掩的做法 缺乏透明度 极引发误解误判 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 不得不质疑事件的真相和美方意图 此次事件还表明 美英澳近期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开展核潜艇合作 使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 获得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 将使武器及高农油脱离必要监管 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险 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诱发军备竞赛 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 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 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挑战 中方要求美方认真对待各方关切 采取负责任态度 尽快对此次事件做出详尽说明 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那么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遮遮掩掩的背后又想要隐瞒什么呢 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欢迎两位专家 我们看到国防部严肃发声 回应了美方核潜艇在南海的碰撞事故 质疑美方意图和事件真相 二位觉得这说明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杜先生 恶意隐瞒 核泄漏 疑云重重 滕先生 美国潜艇的这个活动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杜先生请 从美方故意拖延时间 以及摩零两可和这个语言不详 至少让我们产生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核泄漏的事实 第二是核泄漏的风险 美国核潜艇的核泄漏曾经有过 像这个03年 在这个意大利曾经有过类似的事件 环境部门经过监测以后 发现核泄漏对周边环境 包括其他要素构成严重影响 我们更担心的是核泄漏的风险 因为现在美国核潜艇 水下水面撞击的事故特别多 几乎形成了大洋中浮动的切尔诺威利 这样对全球海洋安全会构成严重影响 你像美国的这种格林维尔号核潜艇 曾经撞击日本的爱源号渔船 而且造成人员伤亡 如果反应堆受损 也会对周边海域构成比较大的影响 像他的路易斯安娜号弹道导弹核潜艇 曾经撞击到补给舰 另外这个哈特福德号在霍尔木斯海峡 曾经也撞击了游轮 所以从撞击事故来看特别的频繁 如果这些带着高浓油的反应堆的核潜艇 每天在大洋中肆意活动 构成严重的事故 这种泄露对全球的海洋安全 会构成重担影响 如果在南海出现了类似的事件 南海周边的海洋环境 自然环境将伸受其害 藤先生您的观察 从美国潜艇活动的情况来看的话 在大洋底下发生碰撞的 其实刚才像杜老师说的 它并不是第一次 但是这一次表现出这么诡异 还是非常罕见 这就说明了美国潜艇 在这个地区活动 它心里是有鬼的 那么从它的危害来说的话 除了有核泄露的危险 但另外一方面 还有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为我们知道 在2013年1月17号的时候 美国的一艘扫雷舰 横冲直撞 在苏陆海 菲律宾国家海洋公园搁浅 搁到礁上去了 那么当时来说的话 美国就要蛮很无理的 把它拖走 直接拖走 但是当时的菲律宾政府 还是比较强势的 就是说你不能拖 必须得把它这个军舰给切开 所以后来处理的话 是把它扫了一件 一切两半 那么掉出这个搁浅 这个胶盘 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的话 潜艇在水下活动 它不单单有核泄露的 这样一些问题 同样的 也对脆弱的海洋生态环境 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如果说撞上胶盘的话 那么珊瑚这个生长期 是非常长的 没错 上百年上千年 甚至更长时间 那么如果破坏了之后 再生能力非常弱的 所以对海洋环境 应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破坏 所以造势之后 就像在路上开车的 那造势逃逸 应该说美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这样一个表现 我们看到这次碰撞事故 是疑点重重 想要杜先生 美方为什么就是不肯说清楚 碰撞事件的具体地点呢 您觉得美军想要再遮掩什么 美军大概在遮掩两个点 第一在遮掩南海水下活动的 冰山一角 第二在遮掩自己 不堪状态的冰山一角 在南海出现了 康涅第一个号的撞击 说明美国在南海有潜艇 而且有美国最高端的核潜艇 如果这头狼 能够在南海水下肆意活动 那么之前的像 洛杉矶级攻击型核潜艇 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 甚至是弹道导弹核潜艇 会不会在南海 有没有在南海出现的可能性 我想这个答案是确定的 第二它在隐瞒 自己状态的冰山一角 目前美军在疫情影响之下 状态非常差 无论是我们看到 秀吉斑斑的舰船 以及现在高端武器装备 出现的频繁事故 你像很多人在网上发的 F-222战斗机 无论是垂尾的裂缝 机身 隐身涂料的脱落 你包括起楼架上 出现的严重问题 都说明目前的美军 没有想象的那样强大 如果依然按照目前 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频繁地在全球水下 肆意地采取这种 野蛮的扩张行动 今后类似的情况 还会发生 所以这个状态 它也不想让任何人观察到 那我们看到 此次核潜艇事故 是造成了人员受伤 但是美军却密而不报 请教滕先生 您觉得这暴露了什么问题呢 那么从它的影响来说的话 给我们提了一个醒 因为美国海军的潜艇 在南海活动里 有加强这种态势 美国潜艇 世界各大洋出没 是非常频繁的 而且也非常神秘 那么从它的使用来说的话 平时是一种守株待透式的射服 那么一旦打起来的话 一旦有冲突的话 它可以迅速地 对进出潜艇基地的 对方的潜艇进行打击 所以从它的用途来说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出现在南海 它的针对的目标是谁 肯定是我们的海军 那么这种战术来说的话 就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加大 在南海相关区域的 水下反潜设施 比方说水下声纳网的辐射 那么在海南道一南 西沙这个有关区域 我们进行不断地反潜训练 反潜演习 不断地往水下投这个碎射炸弹 那么把它给弄出来 因为你待在人家门口 偷窥人家 本来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没错 可以见得美军的用心 还是非常险恶的 那么在美国的遮掩之下 美军的核潜艇 到底在南海撞到了什么 现在仍然未解 但是为什么美军的核潜艇 会在南海发生 如此严重的撞击事故 好像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的 杜先生 我感觉水下撞击 有多种目标 像沉船 海底山脉 包括水中的海底设施 可能性都很大 但是我感觉最根本的 最重要的 是撞击到了美国的印太战略 如果美国不搞大国竞争 不对中国进行水下围堵 不这样疲于奔命 不会有类似的事件发生 一个冷战期间 频繁地与苏联进行水下竞争 有记录的水下撞击事件 大概至少13次 没有公布过的撞击事件 有可能会更多 如果大国竞争达到一个高峰状态 水下的撞击事件 它是一个晴雨表 这次在南海发生撞击事件 说明美国正在快速推进 对中国的大国竞争 如果自己的战略不发生调整 敌视态度不发生大的变化 那么类似的风险将会依然存在 另外由于现在的水下的全球部署 和长时间航行 疲于奔命的现象特别严重 有人叫疲劳驾驶 你像在太平洋 发生的伯克级 撞游轮 然后这个撞击其他的目标事件 都是由于战位上的精力不集中 如果长期出现这种状态 将会对美国今后水下安全 包括官兵的生命 构成严重影响 有人说这个康涅狄格号 之所以出事 可能还跟一个小虫子相关 就是臭虫特别多 而且现在它的舰员 由于不堪受到臭虫的骚扰 因为床上不躺 拿个小凳子坐着 它的精力状态受到严重影响 如果长期这样去持续 那么今后这种事故 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将会成为常态 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 也发出了警告 担忧美英澳核潜艇协议 或将引发全球核扩散风险 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继续观察 据英国卫报10月20号报道 联合国核监督机构的负责人警告 其他国家或将效仿澳大利亚 寻求建造核动力潜艇 这会引发严重的核扩散风险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格罗西表示 他已经派遣特别小组 调查美英澳宣布的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带来的安全和法律影响 在该三方协议中 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 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 报道指出 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 这将是无核武器国家 首次获得核动力潜艇 此外 不能排除其他国家 将利用该协议的先例 来推进自己的核潜艇计划 另据路透社报道 马来西亚和印尼外长 对澳大利亚 在美英澳三边框架下 发展核潜艇深表关切 担忧澳大利亚的核潜艇 可能加剧大国 在东南亚地区的竞争 对此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马来西亚和印尼两国有关表态 反映了地区国家的普遍关切 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及其核潜艇合作 制造核扩散风险 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损害南泰无核区条约 破坏东盟国家 建立东南亚无核区的努力 如果强行推进 就犹如打开潘多拉磨合 不仅会带来巨大的安全隐患 更意味着历史的倒退 那么美英澳核潜艇协议 还会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防悟新观察正在播出 那么对于美英澳核潜艇的协议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出了警告 那么这个核潜艇协议的影响 到底有多恶劣 杜先生 碎碎了核磨合 好 滕先生 对于国际防扩散体系 引致一种严重的破坏 好 杜先生请 如果执意向澳大利亚 出口敏感的核军用技术 至少在深度和广度方面 对核不宽散的体系 构成重要影响 你要从广度上去分析 澳大利亚有了 除了现在的日本 印度 包括很多国家 都想拿到这些 与军事相关的核技术 包括加拿大 也想得到这种技术 如果出现了 由于澳大利亚 所引发的连锁反应 这样的核技术核风险 在全球的扩张 有可能会打开另一道门 另外从深度上 有可能会引发 核武器的各种风险 比如这个反应堆 叫高浓缩油 是武器级的油 那如果通过其他手段 拿到了这些油 那么不能排除 今后在这种亚核武器 包括核武器方面 出现新的国家 如果这些国家核体区 拥有了核武器 甚至是一些其他与核武器 相关的杀伤能力 这样核武器在全球扩展的风险 也比较大 所以两条红线都会由于 向澳大利亚出口敏感的核技术 被擦破 从国际园机构来看的话 它的关切应该是有道理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1970年国际社会有一个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就是任何有核武器国家 不能向无核武器国家 扩散核技术 而现在这次扩散 尽管不是核武器核弹 那么它是一个军用的核潜艇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它是对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 一个冲击 另外1986年还生效过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而这个条约规定了任何国家 即使是民用的核设施 也不能引到南太平洋地区 13个国家签署了这个协议 包括澳大利亚 它是一个缔约国 那么从这个条约来说 从国际机制来说的话 这确实是一个巨大冲击 那么现在反过来 美国为什么还要做这样一个交易呢 其实背后呢 我觉得还隐含着美国整个一个 印太战略的一个秘密 这个秘密呢就是说 在澳大利亚 这个海军真正拿到 美英一块研发的核潜艇之前 它有个空窗区 现在有空窗区认为说 15年或者20年 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 如果说美国把它现在退下来 比方说洛杉矶一级 核动力供应潜艇 现在正在退役 退役放到哪里 大量的这些洛杉矶 退役放到哪里 要不要租给澳大利亚 那么租了之后 这是一个方面 那么就把核动力供应潜艇 扩散到了这个澳大利亚这边来 比方说大洋港部署一下 另外还开了一个绿灯 就是说让美国的核动力供应潜艇 可以进出澳大利亚 所以你既然都买了 核动力供应潜艇了 那么美国的核动力供应潜艇 为什么就不能进来呢 就不能到澳大利亚 大尔蒙港停靠一下呢 或者驻达在这个地方呢 那么表面上看 它是一种军火交易 那么背后 其实是美国整个一个 在印太地区 加强水下兵力部署的 一个战略调整 它的设计来说 一方面是违背了国际条约 包括不扩散核位条约 包括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这是一个违约的问题 国际权的机构 是关注这方面 但是从美国的战略来说的话 为了自身的利益 把核动力供应潜艇 一下推到了澳大利亚 这个是它整个一个的地区战略 加强兵力部署战略 加强它印太地区兵力部署的 一个具体的考量 那我们看到现在东南亚国家 也纷纷发声 对美英澳核潜艇协议表示关切 那杜先生美军为什么要执意地 打开这个潘多拉磨合呢 美国冒天下之核大部委 向澳大利亚出口 均用敏感核技术两个意图 第一是围堵中国 第二是优化部署 如果能够拉着澳大利亚 对中国搞围堵 现在的体量能力根本就不够 如果能够把核潜艇技术 交给澳大利亚 就会到南海 帮助美国围堵中国的能力 就会进一步增加 像澳大利亚的 科林斯级常规潜艇 从澳大利亚出发 到达南海 它只能停留11天必须走 要不然什么都不够 但是如果换装了 核动力攻击型核潜艇 从澳大利亚出发 在南海水下能够待77天 增长7倍 所以这个能力 这把锋利的刀 如果交给澳大利亚 那么澳大利亚今后 在美国的印太大战略中 这个角色将会特别重要 所以这种恶意的递刀行为 实际上是在武装澳大利亚 另外呢 在于美国优化部署方面 澳大利亚能够发挥 重要的作用 二岛链哪个地方最大 哪个地方最好 显然澳大利亚 无论是国土面积 军港数量 再加上澳大利亚的态度 都与美国高度接近 这个状态下 如果在澳大利亚 通过核潜艇技术搞交换 澳大利亚就会投操暴力 所以最近澳大利亚声称 美国所有的飞机 在澳大利亚的驻防和轮换 不受限制 那如果结果换成 美国所有的舰艇 在澳大利亚轮换也不受限制 美国的陆军作战部队 在澳大利亚驻扎也不受限制 所以二岛链上 最好最大的位置 将会充满美国要素 这样对于围堵中国 推进印太战略 将会发生重要作用 所以不管谁怎么说 不管周平国家 对美国有什么样的 潜责声浪 但是美国的美国第一 美国优先 依然会成为美国选项 近日美海军第七舰队 还在日本横须赫基地 设立了一个新的 反潜战模拟训练中心 据美国星条起报报道 近日美国在日本横须赫基地 设立了一个 反潜战模拟训练中心 这是美军设立的 第三个反潜战训练中心 前两个分别位于 珍珠港和圣迭戈基地 据悉美军计划在全球 设立七个这样的 反潜战模拟训练中心 报道称 训练中心采用的模拟器 可以提供逼真的界面 模拟追踪潜艇的实际过程 教官可以使用来自美军 现役的水面舰艇和潜艇 据悉 横须赫是美国海军 第七舰队的总部 也是里根号航母的母港 这里有大量美海军官兵驻扎 美军将反潜作战的训练中心 建在这里 可以起到轮训的作用 另据南海战略态势感 支平台发布消息 10月18号 卫星在南沙群岛永蜀交以西 约34海里处 发现美海军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10月19号又发现美海军 西金斯号驱逐舰 在南海西南部海域活动 那么美军舰艇频繁现身 南海海域有何企图 在中国周边成立 反潜战模拟训练中心 又有什么目的呢 防武星观察继续播出 首先请教二位的观察 我们看到美军核潜艇 在南海的碰撞事故 还没个说法 那么现在呢 又要在日本的横须赫基地 设立一个新的 反潜战模拟训练中心 这些想搞什么事 杜先生 强化中国周边 美国水下作战能力 杜先生 加强对日本的控制 杜先生请 目前在中国周边 美国水下作战能力 正在快速推进 但现在遇到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撞击事故 包括这个艇员的训练 严重不足 如果在横须赫 搞一个所谓的反潜训练中心 按照目前他所给出的方案 第一特逼真 第二呢 他的实用听力特别强 而且可以给舰员 呈现出实时化的一个状态 比如跟踪对方潜艇 选择武器 攻击目标 效果评估 如果打击失败之后呢 重新使用武器 再次发动攻击 也基本上把空中 水面水下 三种不同的 这种搜潜和反潜作战能力 进行了高效的组合 如果艇员 结合这套系统 对水下目标 进行跟踪和攻击 这样能力 会有重大的提高与发展 很显然 这种训练 通过轮训的方式 会让目前的美军 水下作战能力 出现比较大的变化 陶先生您的观察 从潜艇发展历史来看的话 它的作战效用 在很大程度上 不压于航空母舰 那么美国长期以来 非常重视 潜艇部队的建设 所以现在来说的话 那么加强这种 模拟式的中心建设 也反映出一个重大的问题 除了提高自身的 潜艇作战能力之外 还把日本 拉入到自己的怀抱当中 为什么这么说呢 至少在太平洋地区 美国有三个这种模拟中心 之前它其实是不对外 或者很少对外进行交流的 但现在搞到横须鹤 搞到第七舰队司令部 那它就要把这个训练 往来延伸到日本 延伸到其他的盟国当中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的话 为什么要拉日本 其实还是要 把日本的潜艇部队 纳入到整个一个美国的 西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当中 那么为了有效地发挥 日本的水下作战能力 那它必须要培养 日本的这些潜艇艇员 所以跟美军一块进行训练 按照现在美军方的这个表示 该模拟中心应该是最先进 用了一个最先进 而且规模最大的一个模拟训练 就通过计算机这种场景训练 对水下目标进行跟踪 进行监视 进行打击 那么这种模拟训练中心 开到日本 我觉得对于地区的影响 可而见的 明显的美国的加强 自身的水下作战能力 同样也把盟国的水下作战能力 纳入到自己整个一个 在西太平洋地区作战体系当中 另外观察到美军的驱逐舰 又来南海兴风作浪了 甚至出现在我永暑郊附近海域 想要杜先生 您觉得美军这么做 有什么目的呢 康尼迪格号发生撞击以后 美国在南海两条船的活动 特别蹊跷 2号在南海发生水下撞击 8号返河关岛 就是撞哪了 什么损害程度 有可能是与什么物体发生撞击 美国现在心知肚明 所以10号就派出了马力希尔斯号测量船 在这个西沙和南沙之间进行海底测量行动 因为这条船比之前的中程胜利无瑕 派水量要大得多 而且它可以携带多种水下探测设备 像其他船无法携带的潜航器 可以在水下测地形 另外呢 还有泡面地形测量仪 回升测量仪 以及磁力仪 这样呢 在南海水下 就会形成一种所谓的透明效应 那现在驱入舰 重新在永暑礁附近合同 不排除 它也是通过这种样态 以自由横行 作为一个基本的旗号 但是呢 也在进行水下目标的测量 如果通过各种舰艇 对南海地区水下地形 进行反复画图 反复更正 至少它可以实时掌握 水下地形状态 为今后更多的海狼级 包括其他的攻击型核潜艇 在南海的航行创造调节 那么看到 从水下的核潜艇 到水面舰艇 美军近期密集地在南海活动 小腾先生 您觉得会给南海的安全形势 带来怎样的危害呢 应该说 这是美国加强在南海地区 存在的一个具体体现 它不单单是在这个地区 挑衅更多的是在做战争准备 刚才我们讨论了 海狼级前的 美国加强被撞的这个时间 它其实就是把目标 盯向了我们的水下 这个作战能力 如果说美军现在 这个耀武扬威 穷兵独武在这个地方 不断地挑事的话 那对于东南亚地区的 这个局势 对南海局势 我相信都不会是利好 好在我们刚才讨论了 而东盟国家 还是有清醒地认识的 东盟国家呢 也不希望美国在这个地区捣乱 也不希望中美两国 在这个地区发生冲突 所以美国这些挑衅行为 或者是这种战争准备 应该是徒劳的 这里是防务新观察 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 也感谢您的收看 想要获取更多的军事新闻 欢迎您登陆中国军事网 或是关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国防时空栏目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